你想要练壮的话呢 那你一定要先吃胖 或是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肌肉线条明显的话呢 你就要先减脂这类的鬼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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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Ashle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不知道你在健身训练 或是你在 饮食管理健肥减脂的时候 有没有听过亲朋好友跟你说 你一定要这么做 你千万不能那么做 这类的话 今天这集影片 我要来跟你分享 10个常见的 健身饮食的迷思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听过这件迷思 还是你依然被蒙在谷底 想要练壮就要先吃胖 应该很多人在刚开始接触健身的时候 就听过别人讲说 你想要练壮的话呢 那你一定要先吃胖 或是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肌肉线条明显的话呢 你就要先减脂这类的鬼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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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肌跟减脂 它是两件独立的事情 它们最大的差别其实是饮食的形态差异 增肌呢它是要在有足够蛋白质的情况下去增加你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 让你身体有足够的能量去合成肌肉 而减脂呢则是着重在总体热量保持次质的情况下 当然蛋白质也是要充足的不然你的肌肉会流失 那这两种不同的饮食形态 其实你要同时执行是挺难的 所以呢才会有一些前辈跟你讲说 你最好先选定你现在要增肌 还是你要减脂 或是你要维持先选定一个目标再开始行动 但是这不代表你想要练壮你就必须先吃胖 没有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是那种很瘦 然后你怎么吃都吃不胖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方向是不是可以调整 例如呢原本的你可能很常做那种多关节的大重量力量训练 那你不妨呢也多加一些轻重量多次数小肌群的肌肥大训练 或是调整你自己营养素的比例跟热量的摄取 训练完没酸痛的你没练 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肌肉会因为拉扯撕裂损伤导致一些轻微的炎症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练完后一两天呢会觉得肌肉特别的酸痛 但是这不代表你没酸痛的话你就没有练到哦 那要如何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练到呢 其实你可以从你的训练表现上面去看 像是你可以逐渐推更大的重量 你可以推更多下坐更多组 那就代表你在一个循序渐进进步的路上了 而不是单纯的用你肌肉有没有酸痛来判别 为什么不要就酸不酸痛来确认自己到底有没有练到呢 因为我们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 像你刚换训练菜单的前期或是你已经休息很久都没有回去训练 你突然回去的时候你会觉得练完身体特别的酸痛 但是过一阵子之后呢身体就慢慢适应 习惯了这个训练就不再有那种这么酸痛的感觉 所以再说一次 没有酸痛不代表你白练一场 那如果你是每次练完都爆炸酸痛 而且情况一直没有改善 那你就要注意自己是否训练过度反而受伤了哦 运动流汗的多代表瘦的多 有些人会认为汗流的越多代表它燃烧的越多的容量 那其实这是不相干的 你流汗的多寡跟你天生的体质有关 像是你的汗线发不发达 气温高不高 闷不闷热等等 但是瘦不瘦这件事情呢 主要还是要看你制造出多少的热量次质 跟你的饮食跟你的训练比较有关 跟汗流多不多 真的没有关系 重训后变胖了 有些人在开始重训之后呢 体重反而会上升 这并不代表你变胖了 因为肌肉也是有重量的 所以你肌肉增加之后呢 你体重整体上升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千万不要被体重基上的数字给绑架 看起来好看更重要对吧 看镜子呢 最可以知道自己的体态有没有在进步 那如果今天你看镜子 真的整人变得更大肆了 那就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在增肌的同时呢 你的体脂肪并没有同时的减少 所以在你肌肉变大的同时 你的体脂肪还在外面包覆它的情况下呢 你整人看起来就更粗更大肢了 那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你就可以多花点心思在你的饮食管理上面 让你增加肌肉的同时 体脂肪也可以顺势的往下掉 这样你看起来就会体态更好 局部减脂 锻炼该特定的部位呢 就可以消除该部位的脂肪 其实局部减脂理论上是不存在的 瘦身呢 它是全身性的 你需要搭配良好的饮食 睡眠跟运动 你的效果才会好 如果呢 你只专注在某部位的训练呢 顶多是让你的线条看起来更好 不会单一只是消除那个部位的脂肪 先瘦后瘦哪一个部位呢 是由你的基因来决定的 曾经有一个实验呢 它就是在训练腹部之后呢 就去做一个低强度的有氧 大约半小时 结果实验显示呢 该部位的脂肪真的变少了 但是因为这个实验的样本 不是很完整 所以呢有兴趣可以试一试 但是理论上是不存在局部减脂的 重训会把脂肪变成肌肉 这也是我们很常听到的迷思之一 但是从生理学上来说 脂肪跟肌肉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组织 重训呢它可以帮忙在脂肪的周围 打造肌肉组织 让你看起来更紧实 但是如果你想要减少脂肪的话呢 最好的方法还是透过隐私的管理 想要拦脂所以只做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呢它虽然对减脂很重要 但是不代表你只做有氧就一定好哦 因为重量训练呢可以增加肌肉 并打造易瘦体质 而且健身结束之后呢 它依然可以持续的燃烧你的热量 就是所谓的后燃效益 再来呢就是肌肉的密度 它是比脂肪高的 所以你做重训养肌肉 让你在视觉上身材看起来会更紧实 体态会更好看 水煮食物对减脂最好 这问题也是讲烂 讲到不要再讲了 虽然说呢 水煮的食物它是可以一个 让你的热量变低的烹调方式 但是你一直试吃水煮餐 饮食超单一 超级容易腻 我觉得长时间吃水煮餐 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所以呢如果人活在世界上 只能吃水煮的食物 那也太可怜了吧 而且油脂呢 其实对人类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缺乏脂肪呢 你会有很多的副作用 包含荷尔蒙失调 包含月经梅来调法等等的 我不说了 是不是听起来很可怕 所以呢我们要做的 应该是去选择一些好的油 而不是完全不碰油脂 不要吃碳水化合物 其实碳水化合物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它让我们更有力气 对我们的训练非常有帮助 也是我们大脑的养分 所以不建议完全不摄取碳水化合物 那其实呢就算在 其实呢就算在减脂期间呢 也没有什么食物是一定不能吃 或是绝对要避免的 你只要掌握好你每日的热量摄取 确保你自己的饮食又保持热量赤字 就算是薯条 枕奶 炸鸡排 在减肥期间呢 你还是可以吃 但是偷偷小心 你吃那些东西你很容易饿 所以呢我们的重点是要搭配运动 可以让你健身减重 维持好体态的目标 比较容易达成 重训是减重的好方法吗 是不是很常听到 减肥就是要少吃多动 但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呢 并不是叫你完全节食 不吃东西 然后疯狂的运动 把自己操饱 因为呢减重的关键 其实70%是靠吃 30%才是靠运动 你该做的事情呢 应该是调整你自己的饮食习惯 让你一整天摄取的热量 是有一个缺口的 然后再搭配有氧跟无氧的训练 让你的减重计划更有效率 但如果你只是一昧的节食 降低你热量摄取太多的话 反而会让你的身体反弹 不仅很伤身体 而且很容易复胖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很常听到的 健身饮食减重的迷思 是不是在新手健身的时期呢 至少都听过一两个这样的迷思吧 而且现在网路上的资料非常多 你都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 哪一个是真是假 很多人呢 都是在练了一阵子之后 才发现自己走了很多的愿望路 包含我自己也是 那讲到这边呢 我其实也差不多准备好了 已经get ready 准备要出门了 那如果你还想要知道什么的话呢 欢迎你留言让我知道 谢谢你看到现在 我们下次见 bye